球迷朋友们都知道,维德是在2003年,首轮第五顺位被热货队选中的,排在他前面的四人分别是詹姆斯、米利西奇、安东尼、波什。 其实在当年的选秀预测中,机构并不看好维德,ESPN甚至觉得他知道第13顺位才会被选中,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维德大学期间为威斯康辛州的马奎特大学校里,因为文化科成绩太差,违反了NCAA的第48号提案,所以整个大一维德都被禁止上场。 大二那一年,威德场均17.8分6.6篮板3.4助攻2.5强断,大三时就将校队带入NCAA四强。 不过就在那一年,威德因为左西受伤,不得不做手术摘除了半月板,这也严重影响了他的选秀顺位。 当年的麦阿密热货队手握手轮5号牵,他们本来想选一名大个子球员。 总经理莱莉相中了2米13的白人中锋克里斯卡曼。 在视讯卡曼的时候,威德刚好在球场另一侧表演了一个是大力臣的扣篮,于是莱莉让热货的训练师也顺带把威德也视讯了。 在选秀大会开始之前,莱莉特意打电话给训练师蒂姆·格洛佛征求意见。 格洛佛给莱莉讲了1984年选秀大会的故事。 那一年手握榜眼签的开拓者并没有选择乔丹,而是摘走了2米16的大个子萨姆鲍威。 后来这个鲍威职业生涯,场均十分齐篮板,表现完全配不上自己的顺位。 莱莉正是因为听从了格洛佛的意见,不顾半月板的伤心选择了威德。 首卧6号签的快船队看到热货如此放水,就顺势选走了卡曼。 而卡曼整个生涯场均十一分齐篮板,确实和1984年的爆雷很像。 后来的威德也没有让球队失望,带领热货获得队史上第一个总冠军。 值得一提的是,当年ESPN预测威德的选秀顺位,威首轮第13的时候,手握13号签的灰熊队很开心。 他们的总经理杰里维斯特表示自己很有信心在这个位置上得到威德。 如果威德是在13顺位被选中,那就更加印证了一句话。 如果你手握首轮第13号签,不知道选谁的话,挑个得分后位准没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倒赏支持 左 apprentice 转发 打赏支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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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が好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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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